坐飞机对我来说是件麻烦的事情 因为飞机上很拥挤 总是有婴儿在哭 或者有人在走去洗手间的路上 亮亮呛呛的撞到你 但这些小小的麻烦 比起某些航班经历的恐怖事件 根本算不了什么 所以系好你的安全带 因为我们即将向你展示一些 在飞机上发生的最糟糕的事情 不输之客 2016年11月 墨西哥航空公司的一家 从墨西哥脱离 飞往墨西哥城的飞机上 一个未经批准的货物 在飞行途中 自己跑了出来 让乘客们受到了极度的惊吓 当时 一位名叫Indonesia Medina的乘客 正在看杂志的时候 他旁边的人指着长顶置物箱 发出一声惊叹 原来是一条三鹰子长的绿色毒蛇 在他们的头顶上蠕动 当这条蛇掉在地板上 在机场座位之间爬洞时 周围的乘客急忙地解开安全带 并远离他 然后 极名勇敢的乘客 用空尘人员提供了弹子 设法将这条毒蛇 困在第五排和第六排座位之间 以避免它伤害到任何人 之后 飞机师用无线电提前通知乘客 说他们被遵循优先降落到墨西哥城 十分钟后就能着陆 尽管这条毒蛇已经被完全控制住了 但乘客们还是被要求从飞机尾部的舱门疏散出来 让动物管制人员上飞机 将这枚长着鳞片的偷渡者拘留起来 对于这条蛇是如何进入机场的 墨西哥航空公司展开了调查 但他们的调查结果没被公开 但至少我们知道了 墨西哥航空公司会很好的照顾他所有乘客 发动机着火 想象一下 你在飞机上想要拍张照片 但当你望向窗口时 你看到了这一幕 恐怖吗 嗯 这是2008年一架飞机的疫情 在飞行途中 互板突然不见掉的照片 相当令人担忧 但这与2021年2月 发生的事情相比根本不算什么 在一架从美国科罗拉多州 丹佛寺飞往夏威夷的飞机上 乘客们都舒舒服服的坐在周围上 突然一声巨响从飞机的右侧船来 马上飞机开始摇晃 然后迅速下降 乘客们都非常害怕 有些人甚至把钱包塞进口袋里 以便在自己追击死亡后 可以确认身份 可是爆炸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当乘客们向床外放去时 他们监控地看到飞机右翼的发动机着火了 而且外壳也不见了 飞机是说飞机发生了无法解释的引擎故障 他们有可能要返回弹佛 最后奇迹版的飞机上 所有240亿人都好发无伤的下了飞机了 不过住在科罗拉多州 布鲁姆菲尔德县的一些不幸的居民的家 就没那么幸运了 怎么说呢 我们刚刚看到燃烧了引擎 失去了他的外壳 重力使他像一个飞盘一样砸到地面 虽然外壳的大部分都因为强力的撞击而被摧毁 但组外壳环在一个居民Kobe Clements的前院 完整的被发现了 Kobe说他最初以为是邻居家的蹦床被风吹过了墙 飞到他家 但当他走到外面时 才意识到这是一个更疯狂的东西 心愿的是 除了几起财产损失的意外之外 没有人受伤 至于发动机最初起火的原因 该航空公司也会给出解释 最有可能的是引擎的一个旋转部件 比如涡轮叶片断裂 刺穿外壳导致的故障 或者是一只不幸的鸟被卷进了引擎 比飞机上的那241个人要倒霉很多 华翔着陆 2016年9月 Mark Penner坐在他的RUN S10 Sakota飞机里 优先的在纽约上空飞行 但他的这架单引擎飞机的螺旋桨突然掉了 心愿的是 Mark已经接受了足够的训练 有能力在螺旋桨发生故障 以他的情况 是完全没有螺旋桨的情况下 滑翔着陆 但令人惊讶的是 Mark当时甚至没有注意到 他的螺旋桨已经不见了 他一直以为是螺旋桨或引擎出了故障 重新启动发动机 但发动机一直都只是嗡嗡作响 直到成功走路后 他检查飞机的时候 才注意到真正的问题 Mark非常难以置信 而当他意识到 是自己在安装螺旋桨的时候 没有按照指示 把螺旋桨紧实 他感到有点羞愧 Mark之后 试着去找那个掉入的螺旋桨 但始终没有找到 希望没有人被他找到 空中的篝火 2018年7月 Antoni K6准备在伊比萨岛 度过他生命中的一个美好的夏天 但当时 准备带他到那里的飞机 在离开跑道之前 就发生问题 乘客们就被疏散了 这架博音737飞机 在巴赛罗准备起飞时 Antoni周围附近的地板上 突然冒出了火花 原来是一个连接着充电宝的手机 在地板上燃烧着 作为一个真正的21世纪青年 他拿出了手机拍下了这一幕 但别担心 Antoni不止做了这一个贡献 当他周围的乘客 都阵线恐后的疏散时 Antoni自己动手 用一杯水扑灭了火 阻止火焰进一步让离电池 发生可怕的爆炸 最后他和大家从飞机的紧急出口滑下来 为安宁航空公司 再次警告乘客 不要在飞机上使用充电宝 如果带着充电宝灯机 也应该关掉它或将它包装好 防止与金属物体产生接触 这是因为离电池 含有一种挥发性的化学物质 只被一层透模隔开 如果这个透模 因被压缩损伤或故障 就有可能导致 该电池和里面的化学物质着火 但我想说的是 飞机上已经规定了 不能用就不要用了吧 高空中的烟雾 2018年3月 西街航空3161航班 从加拿大 纳奈摩机场起飞5分钟后 机场开始充满了烟雾 其中一名乘客 把这件事告诉了空姐 几分钟过去了 每个乘客都只是坐在座位上 呼吸着刺鼻的空气 飞力的倒数着着陆的时间 很快 一则公告通知他们说 飞机要紧急迫降 正如你在视频中看到的一样 机场内的人们都变得越来越紧张 你可以想象 听到这样的公告后 你会感到多么的恐惧 不久后 飞机师确认他们即将要紧急走路 飞机抵达地面后 情势看起来变得更加紧张 每个人都想快速离开飞机 飞机抵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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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惊慌失措的乘客们被疏散到一条封闭的跑道上 紧急救援人员随后抵达 他们检查了飞机 所有的乘客都接受了护理人员的检查 幸运的是尽管当时的状况引起了乘客们的恐慌 但每个人都安然无恙 尽管如此一些乘客还是忍不住想知道 为什么没有给他们使用氧气面罩 据西洁航空透露 由于这架飞机的最高飞行高度 仅为2.5万英尺 英尺没有必要为它配备下拉式氧气面罩 因为下拉式氧气面罩通常用于海拔更高 空气更细胞的地方 至于是什么导致机场充满烟雾 西洁航空对此事展开了调查 然而他们却不对外公开他们的发现 飞到天花板 2019年6月 在从科索沃飞往瑞士的航班上 这两个小时的旅程 在30分钟的时候 飞机遭遇了严重的断流 一名空乘人员预料到气流颠簸 开始收集乘客们的饮料 但飞机的突然下降 把他直接送上了天花板 食物、容器都飞到了空中 人们开始尖叫 呼气 尽管场面一度非常混乱 但空乘人员向乘客们说 一切都会没事的 幸运的是 飞机在走路后 机场的工作人员已经在现场安排了治疗服务 但奇迹般的 去报道 那名飞到天花板的空姐 竟然一点也没事 飞行员英雄 2008年10月 在从新加坡飞往澳洲的72号航班上 机长Kevin Sullivan 发现飞机的自动驾驶仪停止的运作 但鉴于澳大利亚西北海岸已经进入了视野 这似乎不是什么大问题 但飞机的控制系统竟然也突然停止了工作 飞机开始猛烈的向下坠落 苏黎万机长透过挡风玻璃 只能看到印度洋的表面 因为当时飞机正处于服装的状态 作为一名前战斗机飞行员 苏黎万机长知道他必须拼尽全力 保证飞机上315人的生命安全 为了让你知道飞机的下坠程度有多厉害 一位名叫Kerolan的乘客 在上完厕所返回座位时 飞机突然垂直坠落 他撞击到了机舱的天花板 撞击的力量足以造成这样的破坏 他也失去了意识 与此同时 苏黎万机长正在拼命地试图让飞机稳定下来 他尝试松开控制装置 看看能不能让飞机回副阵场 幸运的是他成功了 飞机不再坠落 但两分钟后 飞机又再次向下俯虫 飞机上的每个人 包括苏黎万机长都以为自己能摸了到了 尽管如此 苏黎万机长还是设法让飞机再次稳定了下来 直到他提到澳大利亚西北海岸 里尔蒙斯的皇家空军基地 苏黎万机长完全手动控制飞机着陆 因为他知道自动控制装置 随时可能再次发生故障 尽管苏黎万机长本来没有受到任何伤害 但那天发生的事情一直困扰着他 以至于在2016年 他决定完全辞退这份工作 在事故后的检查中 澳大利亚交通安全局将这一紧急状况归咎于数据和软件的错误